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首都体育馆 向大家转播第29届奥运会 女子排球争夺第三名的一场比赛 这是中国女子排球队对古巴女子排球队 今天我们的解说嘉宾是 这里是首都体育馆 它建成于1968年 曾经是我国第一座人工冰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这里成为了排球比赛的竞赛场馆 而到了2022年 即将承接北京冬奥会 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 两项比赛任务 这里将诞生14枚金牌 那么这个旧场馆 是怎么焕发新风采的呢 为了满足我们冬奥会的比赛需求 这里增加了室内的制冰装置 同时还建造了这样一个31乘61米 多功能转换的冰场 同时在改造过程中 这里对送风厨师以及看台座椅等 都做了一样的改造 比如说我身后这样的一个座椅 其实它是比普通的座椅距离更宽的 这样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个更好的观赛体验 值得一提的呢 我们的首都体育馆还增加了很多科技的元素 比如说最先进的声光电技术 像我们的棚顶是设置了36个37平米的 这样的一个网络模 同时我们场馆内部还放置了四个激光投影仪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最美的冰的效果 比赛期间 他们可以给我们的运动员 营造一个非常漂亮的比赛氛围 也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个非常好的观赛体验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场馆里的高科技声光电技术 那我手里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物件 它是我们的智能测温贴 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去24小时 监测自己的体温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物件 通过这样一个类似窗口贴上的一个东西 贴到我们的腋下大概3到5厘米左右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的24小时 实时的测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冲一次电呢 可以用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感谢观看 知道视频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